因为场地问题导致球弹地之后 就会发生一定的减速 郝军继续将球掉向禁区 这一次韩鹏把球摆下来 看看刘宾斌 这招漂亮 1比0 这一次典型的一个鲁能的 用高中锋战术形成的禁球 郝军把球掉入禁区 韩鹏投球百度 刘宾斌直接一招抽射 打进他本赛季个人第二个进球 刘宾斌能在这个位置抽出如此精准的射门 确实让大家耳目一新 在这样的场地上 这种英式打法还是比较奏效 看看韩鹏刚才应该是在刘洋的纠缠下 在后撤步的过程中 投球一摆 当时大家显然都忽略掉了刘宾斌 刘宾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 右脚禁区外的抽射 就钻入了死角 鲁能客场一名领先 我们说开场之后 贵州毛台队虽然进攻方面比较积极 但过去五分钟还是被鲁能压在了本赛